歡迎大家, 又來到沖繩背後 繼續有我賓仔黃冠斌 這集嘉賓也是巴授後的夫 蓮瑪斯, 我們有五彭志 Pierre, 你好 你好, 你好, Pierre 上一集跟Pierre談了很多 關於他的入行經歷 以及他的感情世界 雖然他沒回答過我, 但不要緊 這集開始深入一點 說說他和他爸爸, 拳哥 一位前年馬師, 五彼拳 問一問他們兩兒之間的 一路的相處是怎樣的 但未問之前, 我們的製作組 很厲害了, 準備了一個心理測驗 測試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說 如果爸爸要做那一行 兒子若要入行, 不多不少 也可能有童年陰影影響他 我們以下有一個心理測驗 看看你會否有這方面的童年陰影 問題是這樣的 三更半夜, 一天你走過一個街角 在街上, 晚上見到一個少女 罪得不齒人形 好, 情況就是這樣 你一個人在那時候 好, 那你的反應會如何呢 有四個讓你選擇 A, 你會走過去關心女生 你會跟她說, 你可以嗎 A, 好 好, B, 你會覺得 一個女生貓在街上這麼噁心 於是你就過去斥責她 跟她說, 我搞錯了, 你在搞甚麼 好, C, 就是你會找警察幫忙 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即使你現在看到她 可能沒甚麼危險 但如果你走了 不知道她會否遇上危險 好, 最後就是 D, 看一看 好, 不關我的事, 這樣就走了 我想我會選D D, 你會選Pet 我會選…這樣的, 關我的事 她說你這個童年陰影 其實你挺反叛和獨立的 她說你從小就覺得 大人不太可靠 亦很討厭被人當年輕人看待 所以你早已下定了決心 就要去獨立 不用靠別人, 亦可以照顧自己 長大後, 經常也有一個 就是別人歸別人, 我歸我 有一種少許的叛逆心 算嗎?你覺得嗎 我想一半一半 有否小時候也挺不開心的經歷 例如有甚麼行業行語 你自己也挺照顧的 也… 可能會不斷被人說胖 可能會不斷被人說 所以就… 對 所以就去小智 好, 那為何要做這個心理測驗 就是因為今天的題目 跟阿B在聊天 就是談談兩父子 因為經常說爸爸是一個厲害的臉書 如果兒子想入行 小筆面也會有很多壓力 先說一下 你覺得是否有壓力 少許吧 你應該覺得很小 不是, 入行後比較多 小時候沒甚麼 小時候沒甚麼 但是… 我想入行後 對自己有一定的要求 一定要… 又不可以做甚麼 令他沒有票, 這樣就不太好 是 那爸爸在你入行前 其實想不想你入行 不是很贊成我入行的 是 他說, 你想清楚吧, 很辛苦的 這樣 他又沒有說不給, 不過… 我想他會… 疼兒子而已 他會覺得我回到九至五 會比較舒服 有些爸爸對兒子很困難 一定要他做到一些事 有些爸爸說就說困難 但其實心裡疼得不能夠 盡可能也想兒子做些舒服的事 不要那麼辛苦 自己走過的路, 不想兒子 你自己是屬於… 你覺得爸爸對你是誰做的 我看他也不想… 不想我走回他那條路 是, 辛苦的 始終是出於疼愛的方向 對… 好, 爸爸給你的感覺是甚麼 朋友… 很小時候已經是這個溝通模式 還是… 也是 因為有很多人會隨著年紀不同 小時候一定是惡到不能夠 有些例如是我認識的朋友 可能小時候真的… 我們那個年代可以, 好嗎 真的打到飛氣 對… 然後因為要教 然後慢慢開始就變成朋友 或甚至最後可能相反 是照顧爸爸的 但你一開始一直都是朋友的角色 我想到了中學 因為小時候在外國讀書 都看見都不會顧忌怎樣說話 當朋友的交談, 看得多一點 最多不適合談就不要談 這個也可能是關於… 譬如你入行後 我又繼續問下去 剛才說你入行前 爸爸未必想你入行 是 好, 最後你決定了入行 是 通常爸爸說不要 轉頭看你真的做的時候 就出了很多方法幫你 他也會做過這些事情 我猜我感覺到會有這些事情 是, 剛才我開頭 我要問一下Pier對於他爸爸的感覺 因為爸爸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花隊 花隊是什麼呢? 就是台山舞 為甚麼呢?就是大家覺得 他可能是表達的方式 比較閉嘴詞或硬朗一點 我們就這樣說 好了, 你對於爸爸和你的相處 是否爸爸對你也很硬朗 也不是 對著你便不是嗎 我覺得也沒有特別硬朗 但可能小時候見他在馬房裡 每個人都怕了他 是 不知道為甚麼 對, 你就不害怕 不是, 太害怕了 別人那些… 小時候見他在馬房裡罰人 你自己有沒有那種遺傳 你也慢慢發覺原來我以前看爸爸 這麼冷靜 原來我自己做 慢慢發覺原來我也是差不多的 或者是那個方式 還是你完全是另外的? 我是另一個方法做事的人 我想我是另一個方法做事的人 對, 你是怎樣的 我會比較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不會太多壓力 比其他人 寧願自己承受壓力更好 因為一個不開心就好 幾十個人不開心 對, 說到這個 可以問問一下 例如爸爸有一套方法 從小到大 但是你二元木研底下 怎麼都聽了一些或學了一些 好, 到你自己入行 世代又轉了 你學習到的 又或者現在市場上要的 又是另一套 你覺得兩者最大有甚麼不同 現在的年代不同 因為資訊太發達了 即是甚麼都看到 所有神操、做甚麼功夫 都看到, 以前沒得看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可能會說 看完別人對手怎樣去做事 而以前是沒得看你是靠估計 你自己是否聰明 或者聰明 現在你可以多一點… 知道對手 或者… 資料去比較 是 很多東西去比較 對, 我想這個優點 應該資訊發達一點 好了, 你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可能不會經常跟爸爸 溝通那麼多工作上的事 好了, 兩者私下不說 工作有甚麼要說 說踢球 即是看球 你兩者也準備要看球嗎 是… 小時候也會踢球 一起去其他地方踢球 那就最開心了 有些親自活動 聊天一點 你從小到大看爸爸做事 或者你入行後 不多或少也會有勸勉 有些甚麼是爸爸啟發你啟發得最多 或者你最佩服你爸爸的東西 對他的伙企很好 是 他會… 我看他儀器先行 但我又做得很困境 硬是要最後… 當然 這樣就好 好, 大家感覺到 應該跟校拳哥平時的聊天 就是初頭沒甚麼 但如果有甚麼 應該留下他最後才會 打一刀 好, 這是爸爸給你的啟發 對於你自己是否也會… 即是跟別人相處 或者你自己工作的時候 都是爸爸那代 雖然做法跟現在不同 但是可能在概念上 有些是你也會跟隨的 也會… 是 對人好 不然別人對你… 不會給你甚麼 是 你要求他甚麼 有否想過把爸爸當成你一個目標 沒有, 沒想過一樣 是 兩者分得很害, 你和你做 對… 對… 這樣才能做回自己 對, 做回自己 走回自己 是 好, 你的目標是嗎 我的目標是… 儘量做好… 不再去職位 儘量幫自己的馬房 爭取更多好的成績 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要問Pierre 就是每一集 我們請家賓上來訪問的時候 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馬圈當中 你從入行到現在 你覺得你最想感謝的是哪一位 如果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也可能… 我不會入行 感謝他做這一行 才讓我入行 除了爸爸 還有沒有其他在工作上幫助你 我現在的頭, 蘇波羅 他教會我很多工作上或工作意外的東西 而且跟他相處得… 他帶給我的歡樂很多 他是永遠娛樂的人 永遠說一些笑話 是 令整個馬房的氣氛… 氣氛是輕鬆的 所以可能令我的工作態度 也會比較輕鬆對別人 是… 但要求也很高 輕鬆一點 笑話笑, 麻煩你做到 對…大家會開心一點 今天感謝Pierre上來 跟我們聊聊天 討論他跟他父親的兩父子之間 一些最有趣的故事 在不久的將來 不知道我們會否找你爸爸上來 因為我們也是維持公平的態度 今天見兒子隔了爸爸一下 我們希望找爸爸出來 隔了你一下 好的,今天感謝Pierre 謝謝 祝你做到你想做的事 儘快成為大師傅,好嗎 謝謝